欢迎收看我们这期的每周 360 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要跟大家讲 这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 Toyota Vios 即将在马来西亚公开预定 因为 Salesman 已经去 Training 了 我先来讲它的 Specs 基本上在泰国版本有的 像是这个 360 Camera 啊 TSS 啊 主动式定速巡航啊 然后电子收叉车 然后氛围灯 全部马来西亚都有 而且重点是马来西亚还有泰国版本没有的配备 就是无线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就跟这个 Toyota Veloz 一样 剩下的细节部分呢 马来西亚版本基本上就跟泰国的版本一样 不过马来西亚版本只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 E-Spec 跟 G-Spec 它们的规格上面还是有一点差别 但是 TXS 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只是呢 E 版本的 TXS 可能会缺少一些配备 至于 G 版本就是完整的 Toyota Safety Sense 另外呢它们的轮圈尺寸也有差别 在 E 版本是 16 吋 在 G 版本是 17 吋 同样的该我讲到的这个电子手刹车也是 G 版本独享啦 而且 G 版本还有一个配备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就是它有个 7 吋的半数位化仪表 这个半数位化仪表的设计跟这个 Veloz 很类似 比较的炫目 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会蛮吸引年轻的呢 而且这个 64 色氛围灯是目前同级车款里面 唯一一个有的 它的引擎配置部分呢还是采用这个 1.5 公升的 挪威 VTi 自然精气引擎 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印尼市场的引擎性输出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04 HP 峰值66 表现 138 Nm 匹配 DCVT 变速箱 不过在价格的部分我们就还不知道啦 据悉 UNW Toyota 会在这个栽戒月之前发布这款车 然后我们就期待一下这款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要错过哦 第二则新闻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就是 Proton 的 S90 也是即将发布了 而且我们的 S90 在悬吊的部分比中国版还要好 这个 S90 呢 其实它的原型车就是这个豪越啦 是基于这个 CV 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是极力特别开发来打造这个 MPV 车型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一个成本的关系呢 在中国版本的豪越也好 家技也好 都是采用这个 Torsion Bean 就是非独立式的悬吊 在菲律宾市场也是一样 但是在马来西亚市场 你知道吗 我们的 Proton 有 Proton Right and Handring 所以马来西亚的豪越 也就是这个 S90 呢 变成了 Multilink 的设计 所以呢 它在这个稳定性 操控表现 跟舒适性表现也会更好 我个人是很期待这个豪越更换的这个 这个 Multilink 之后 它的表现会怎样 因为在中国市场 只有这个豪越 L 也就是这个豪越的这个高级版本 才会采用这个 Multilink 但是马来西亚的 S90 也是 Multilink 我真的很期待 Proton Right and Handring 在这款车上面 会产生什么化学变化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 有两个引擎配置 这个是传说啦 它会有两个引擎配置 分别是 1.5 公升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 48B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前面 它的最大马力是 174 HP 峰值扭力表现 255 Nm 后面那一个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90 HP 峰值扭力 300 Nm 两者都是匹配这个 气速的双离合器 变速箱 根据小道消息指出 这一款车的售价 基本上它每一个等级 会比这一个 Proton 的 S70 呢 贵大概3000 左右 所以就是你去看回现在 S70 的价钱 加3000 应该就是好业的价钱 但是这个是小道消息啦 我们还没有官方的确定 但是据悉呢 Proton 会在下个月的月初 展开这个媒体依然活动 接下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 为大家送上这一款车的消息 如果你是打算买这一款车的话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第三则新闻就是 Nissan H6 e-Power 在台湾上市 不过它的售价折合马币超过 22 万令吉 另外马来西亚版本也会采用一样的引擎配置 全新一代的Nissan H6 在 2021 年的 10 月发布 然后之后一直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消息 但是根据我们的一些间谍告诉我们啦 这款车其实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我们拥有的引擎配置呢 是目前Nissan 最先进的 1.5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加 e-Power 系统 首先这个 1.5 公升引擎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 它是这个 VC Turbo 引擎 也就是可变压缩比涡轮引擎 这些引擎的科技非常先进 它的压缩比可以在 8.0 比 1 到 14.0 比 1 之间自由切换 就看你引擎的工作状态是怎样 它就会换到一个适合的压缩比 可以给你更好的这个动力 跟更好的这个油耗 但是呢因为中国有一些媒体 他们讲这个引擎很好 所以被人家叫他们什么三缸王子啊 然后什么三缸大佐等等 我们这些引擎不吹不黑 它的这一个科技含量真的是高 而且加上这个 e-Power 之后 它不仅拥有出色的引擎动力 而且呢它的这个油耗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在综合了电动机跟温轮引擎之后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335 HP 的境界 峰值扭力表现 525 Nm 在国外它有前轮驱动跟全轮驱动两个选项 0-100 的加速只需要 7 秒 可以讲它是目前的这个 SUV 中呢 动力最强的那一款 我个人其实也是很期待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啦 但是在台湾呢它的售价已经超过了 22 万令吉 马来西亚市场会卖刀钱呢 我们就看一下他将会怎么去营运这款车吧 第四则新闻 就是 Mitsubishi 的全新 B-SYNC SUV SFC 呢 它的量产版已经在泰国进行测试了 这款车的外观设计部分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因为它真的是很独特柔很时尚 另外呢这款车也是 Mitsubishi 全新 为东南亚市场打造的 B-SYNC SUV 因为在欧洲市场呢 他们就 rebash了这个 Renault 的 Capture 在东南亚市场则是会以这款车为主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概念车的外观设计 它采用了这个 Mitsubishi 家族的 Dynamic Shell 的家族设计 另外有分离式的头灯组 整体的外观设计看起来这个肌肉感是十足的 不过在引擎的部分呢 可能你会有一点失望 因为它只有两种引擎配置 一个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也就是跟现在的 X-Fender 一样 另外一个会在稍后推出 也就是 1.5 公升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 当然啦如果是动力表现的话 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的版本会更好 但是我相信如果这款车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会以这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为主 另外呢我个人觉得它的价格应该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因为这几年 Mitsubishi 在东南亚市场做得非常的好 它的 Trident 它的 X-Fender 销售成绩都不错 如果这款省力卷加入的话 我相信 Mitsubishi 的成绩会更好 你会不会期待这款车来到呢 最后这消息也是很多人问我们的 也是大改款的 Honda CR-V 这款车会在今年内登陆我国市场 其实一直有人问我们关于 CR-V 大改款的消息 这款车首先会在泰国市场首发呢 泰国市场是在 3 月发布 但是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它的引擎配置 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北美市场啦 北美市场它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1.5 公升的 VTEC Turbo 引擎 还有 2.0 公升的 IMMD 混合动力引擎 我相信马来西亚市场两个款式都会引进 因为目前 Honda 马来西亚在本地的车款 很多已经有混合动力的选项 另外一点关于这款车的重点呢 就是它的空间表现 这款车其实在海外市场是提供的 5.2 的座椅配置 其实上一代已经有了 但是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代车型 它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因为你知道 C-Segment 的市场 真的是太多车款可以选择了 所以我相信 Honda 马来西亚 会在本地引进这个 5.2 的座椅配置 至于上市时间呢 应该会落在今年的第三季或者是第四季 所以如果你是对这个 CR-V 有兴趣的话 那么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频道 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美洲360 的内容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我们讲到的新车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第一手的影片我们会第一时间送上 记得哦! 开启,开启,开启 ,开启, 开启 回来